今天晚上的关键局面 今天晚上最后一场比赛 最后一位挑战者来对于广东小孩 对战吴北的亚王 活着了开大死 这场对决对于小孩来说也是比较的难 比较的难打的 亚王今天晚上状态还是不错的 他前面剔头了剑林 剔头了剑林 剑林今天晚上是最失忆的一个选手 一个挑战者 大热门 居然被亚王剔头了 谁也没想到 好了 大家晚上欢迎大家回家 我们现在给他直播 胡说的是千荒两千这场 亚王守着战 现在对小孩拿下他一位 三气的超悲杀 现在小孩拨出去了 我完全不想给亚王任何一个惨戏的机会 一点点翻车的机会都不给他 有多大劲使抓紧 打了这叫一个 弯坏一条单的局面形成了 会不会一条单 大学的一条单的局面形成了 是 是 我 是 说 还有10个币 战斗 今天晚上首付连电费都没挣出来 首付 首付被踢走了,电费都没挣出来 目前为止,打费最多的是台湾保利达 拿了12个币 小孩 介入加镜了 又赢了鸭王 用库拉 中间库拉解决鸭王 鸭王现在危险了 因为鸭王如果说他的币数输干净了 那么他需要自己买币来给打小孩的剩下的币数 小孩拿到第800块了 拿到第800块了 这次白爆了 对啊 白爆了 今天等你回去的 每天白天我都会给大家更新各种的事情的 每天白天给大家更新各种事情的 我们来看本场比赛 左边是小孩的拼 右边是鸭王的首发 黑大师 毫无意外 小孩的拼打鸭王的鸭王的鸭王 没什么压力 完全是手一的感觉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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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没有 打了就跑 你够不着我 看了没有 这种压力会打法搞得鸭王好难受 你发现没有 鸭王完全形成不了 形成不了自己的进攻体系啊 这个节斗完全被打断了 乱了 一直被小孩牵着鼻子走 那么现在对局对于小孩来说 只剩下的一个赛斯光卡司令了 他这边接近三血 三关血基本上 连环角之后叫鸭肉水排 准备再上一个大招跟上去换场之舞 鸭王还有一口气啊 打不死的 鸭王准备出钻子的绝分角 嗯 顶了顶顶 从后面顶 好吧 King已经丢了 还有两个人 还剩下两个小姐姐 小孩这边还有一个玛丽加上一个苦拉 吐口水又要开始了 咱们看看鸭王这点起来 我估计是够呛了 感觉小孩这把就要赢了 好 王准备 呀 枚